一般來講在做光雕的時候 你不想要投影到的東西 那個地方就是全部黑 所以我們會先新增一個單一顏色的圖層 SOLID Layer New Solid 它是單一顏色的圖層 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設計 因為有些特效 這些特效套進去以後 原始的影像長什麼樣子 都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拿一個影片 一個圖片去套特效 其實有點白癡 因為它都會佔比較多的記憶體 所以我們就是用單一顏色的圖層就好 Photoshop裡面也是這樣 所以這邊選一個黑色的圖層好了 我們先把它取名為 背景 因為就是不要投影到的東西應該是全黑 所以就是一個黑色的SOLID 然後我這邊稍微移動一下它的位置 你可以按Ctrl加刮斧 但是這個應該是這個地方要設 ENG 我現在沒有設 所以算了我還是直接調 盡量所有軟體都是用ENG 然後再來我們現在看 這邊我看假設我要有一個影片在上面投影 那我大概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先看這個是 紅色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點到它取名為Red Enter.red 那Red 我單獨看SOLO是長這樣 我需要一個影片 在裡面 我現在先隨便做一個影片 也還是用SOLID 單一顏色的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的話 就這樣子 也是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這邊呢現在給它一個特效 我先給你看這個是黑色的 那我可以換個顏色好了 這樣可能對你來講比較知道我在幹嘛 SOLID SETTING 我可以修改它的顏色 我先隨便改 套一個特效 這邊有一個叫Browse Preset 這個時候就不知道你們學校灌的怎麼樣 大部分學校灌這個都是失敗的 沒灌 機車 OK 對 所以一樣啦 每個學校都一樣 它這個東西要灌一個東西叫Bridge 你們知道Adobe Bridge吧 知道嗎 不知道 好 不知道就算了 對 Adobe Bridge它不用錢 看一下我有沒有放在這裡 你可以 Bridge BR IDG 我覺得你可以 在自己的電腦上灌一下 Adobe Bridge 我沒有灌 沒有放嗎 已經有那個2024 對 對對對對對 給你一下好了 Share Share 建議你的電腦都灌一下 因為它可以看Adobe所有檔案 可以預覽 可以整理 它可以 而且就是比如說影片啊 你可以都 還有像是什麼 呃 排版啊什麼都可以看得到鎖圖啊 所以強烈的建議你Adobe Bridge是一定要灌的 而且我們剛剛如果說有灌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動畫的內容 那因為現在沒灌啊 所以我就直接套 用這個 Apply Animation Preset Apply Animation Preset Apply Animation Preset 然後這邊呢 要選的是 這個路徑有點長喔 本機 C槽 Program Files Adobe After Effects 2023 Support Files 然後裡面的Preset 再來是Background 那我知道應該沒有人會記得起來 所以呢 我這邊先把 它的路徑 這個路徑 應該有內容 我們把它貼在社團裡面 你要選那個背景 Background 背景 等一下我乾脆進去好了 再選一個檔案 呃 Megma 這是岩漿 然後內容 這邊再把路徑 這樣子 OK 到 路徑貼在這邊 這樣就不會不知道了 好 那我先回來喔 我現在選到它開啟 所以它這邊就有一個 預設好的這種動畫 OK嗎 那這個預設好的動畫呢 我現在要拿下面的 這塊紅色 當折射片 讓它在裡面 你打你打你打 加油 這邊呢我們要設那個 Checkmate 這邊有一個Toggle Switch Toggle Switch 切換 模式 有一個Checkmate 就是拿別的圖層的明暗當遮罩 或是別的圖層的Alpha當遮罩 那下面這塊 這個Red 是 我要拿來當遮罩用 因為我希望這個影片會出現在這一塊裡面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這邊呢 把這個Checkmate 這邊有個Pick Clip 選東西用的鞭子 你看 可以放開來 有沒有看到它是一個像 像鞭子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 所以可以選那個Red的圖層 所以它就只出現在這裡 可以發現它這樣動 OK嗎 不過它會卡住啊 你看它到後來就沒動了 所以我現在只是教你一個 比較簡單的方法做 那我們就是 到時候投影的時候 它影片就會變得是在 那個位置上 我們這邊可以先存一個檔案 Save Earth 因為我覺得等一下應該就開始問題一堆了 因為你們沒學過這個軟體啊 Mapping001 然後到時候呢 必須要把那個 今天用到的檔案包進去 所以必須要用一個指定 叫Dependency Collect Files 剛剛是先存檔 存AE檔 然後Dependency Collect Files 這邊呢 先把它Collect起來 那你這邊就會看到有這個素材在裡面 有沒有PSD檔 然後再來這個專案是在這裡 所以你要帶回家的東西 應該是這個整個資料夾 OK嗎 好 那畫面先還給你 謝謝 這有速度 也可以 沒問題 是 有 有 沒有 有 感谢观看